小提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在小豆豆他们的生活中 战争逐渐显露出猙獰的面孔 每一天都有邻居家的叔叔哥哥们 在太阳旗和万岁万岁的呼喊声中被送走 从此就消失了 吃的东西也渐渐地从商店里消失了 发学员的孩子们和饭中的海的味道和山的味道 也越来越难以实现 妈妈们想方设法 用紫菜和梅子干来代表海味和山味 但是渐渐地连这些也买不到了 什么东西都靠配给 找遍了所有的商店 也买不到一块点心之类的东西 小豆豆坐电车回家的时候 快到家的前一站叫大岗山 下了车站的台阶 有一个售货机 只要放进前去 就会有奶糖掉出来 机器上画着奶糖的图案 看起来好吃极了 让人垂涎欲低 小盒的奶糖五分钱 大盒的一毛钱 可是 从很久以前 这台机器里就不曾放进过奶糖了 所以 无论多少次放进前去 无论怎么拍打机器 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掉出来 但小豆豆比别人更加固执 也许里面还有一盒剩下了呢 也许奶糖卡在哪里了呢 怀着这个想法 小豆豆每天特意中途下车 把五分钱或者一毛钱塞到机器里 一遍一遍地尝试着 但每次都是当当一声 只有硬币掉了出来 这时候 爸爸听到有人说 如果到军需工厂 也就是制造武器 或者其他军用物资的地方 到那里用小提琴演奏军歌的话 回去的时候 人家就会赠送一些砂糖 大米 羊羹等食物 这真是个让人高兴的好消息 那个人还说 特别是像小豆豆的爸爸这样 曾经得到过优秀音乐家表彰的人 这样有名的小提琴家 去演奏军歌的话 一定会得到更多的礼物 妈妈问爸爸 怎么办呢 要不去看看 的确 音乐会的次数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 入伍的人不断增加 交响乐团的成员也有好多被征兵 乐团不再是完整的了 NHK的广播节目 几乎都和战争有关 爸爸他们音乐方面的工作机会非常少 所以 像这样的工作 现在也是非常难得的了 爸爸沉默了一会儿 才回答妈妈的问题 我的小提琴 不想用来演奏军歌 妈妈说 是啊 那就算了吧 吃的东西总会有办法的 爸爸知道 小豆豆没有什么好东西吃 每天往卖奶糖的机器里放钱 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如果自己去一趟军需工厂 演奏几首军歌 能够拿回一些礼物来 家里人会多么高兴啊 而且 小豆豆也能够放开肚皮 吃上一顿好饭 但是 比起这些来 爸爸更看重的是自己的音乐 妈妈也深深地理解爸爸 所以 妈妈从来没有抱怨 如果能去一趟就好了 可你却 之类的话 爸爸痛苦地对小豆豆说 对不起啊 豆豆住 小豆豆虽然还不懂艺术 思想 以及工作的事 但是 他知道 爸爸是真正的热爱小提琴 因为这个 他甚至被逐出家门 成为被家族和亲戚们所弃的不孝之子 而且 后来又经历了很多艰难坎坷 但即便如此 爸爸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小提琴的热爱 所以 小豆豆觉得 既然爸爸不愿意 那就不去演奏好了 听了爸爸的话 小豆豆在爸爸身边蹦蹦跳跳 高高兴兴地说 没关系 我也喜欢爸爸的小提琴 但是 第二天 小豆豆又在大岗山站下了电车 趴在奶塘机器的出口那里 向里面张望着 什么也不会掉出来的 这是肯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